外國的朋友告訴我 去到外國就有些事比我暢所欲言 他說外國真的很多 以為自己做了很多事情 他說有一次過去的農曆新年 大家一起吃飯 他說最多的是什麼 有八個字 香港不能說的 光復香港什麼就不能說的 他們最多的 當然他們會說完 純粹我在這個直播說不到 他們吃飯之前會這樣 光復香港 乾杯 這樣 每一杯都要過一次 他們總是這樣用的 那句話 乾杯 這樣 開心 我的天 原來是拿來打飛機的 飯正復榮 乾杯 頂記天地會那班 飯正復榮 乾杯 他喝杯那天 真的 哇 我終於沒想過 這班人真是天生 就是洞督笑的奇才 他們真的做得出 吃完烹雞粥之後煲底鍵 我們煲底鍵 我們煲底鍵 一定做得出 我們煲底鍵 會不會有煲底鍵 這個煲底鍵 會不會有煲底鍵 會不會有煲底鍵 是拉麵的碗 麵糞的字 哇 煲底鍵 這個產品要賣 每個家家戶都要煲湯煲 是 今天有煲底鍵 就像當日 月餅放著不知什麼東西 有個堅持啊 嘩 真是好勞勁啊 真的 這個厲害 這班人是